你一定 穿著藍梯的民宿老闆 把里長安在地上 不斷挥拳痛殴 里長毫無反抗之力 这时一旁身穿灰色衣服的民众 见义勇为立即上前劝架 灰衣男子将民宿老闆拉开 没想到双方却打了起来 上演街头格斗 你怎么脱的 酒队的民宿老闆 完全不是对手 被打倒在路旁的水沟 站都站不起来 台东市中华路四段 一家民宿唱歌声太大 邻居反应不成 和民宿老闆爆发口叫 我像 你像 我唱一下 我好歌啦 你好 没想到喝醉酒的老闆 情绪失控 把前来了解状况的里长 打得手脚都是伤 警方将双方带回警局 只有劝架的会议男子 被靠上脚撩 民宿老闆却不用 质疑是给警察退休的 民宿老闆特殊待遇 经我们调阅派出所内 监入影像 原警在实施逮捕后 双方均有实用借据 警方也表示 正在深入调查 侦办过程是否有其他疏失 如果有疏失 将会以规定成处 记者潘正贤 网易德台东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